大家好,我是東京走橋鮑勃 如果你是愛奇行車的朋友 應該有聽過四國賴戶內島波海道的自行車行程 最推薦的是從愛媛金智市到廣道尾道市全長70公里的路線 這次鮑勃由於時間有限帶大家潛藏一下由出租站Sunrise山到大島歸老山展望台的路線 出租站是一個複合式的區域 在這裡租借腳踏車一天2000塊,保證金1100日幣 如果你是假地租假地還的話,則保證金可以還給你 但如果打算假地租以地還,那將不會退保證金 不同的車型也有不同的價錢 比方說E-Bike電動車就會四個小時四千塊 除了可以租借腳踏車以外,這裡還有對車友友善的旅館 有陽式、和式或大通鋪式的房間 洗衣服或放置自己的腳踏車都很方便 而且飯店還可以看到美麗的萊島海峽大橋 從出租站一路往大島的行程只能說是星礦神移 往萊島海峽大橋騎腳踏車的路途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不太需要用到太多心肺功能 騎上橋之後往下看就萊島海峽 看到這些海上的島嶼群,就充滿了四國的賴戶內風情 我們現在身後方呢就是看橋的最佳位置 你看這個海、這個橋、這個天河為一真太棒了 到了大島之後我們就在衛武設計 位於標高307.8公尺的龜老山展望公園,看個風景吧 可以從這裡觀賞另外一個角度的萊島海峽大橋 也可以遠眺遠方的金智市 在這個角度啊,海景照片也有一種懸空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看著覺得怎麼樣呢 那我們的行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我是包裹,大家下次再見,掰掰